本节目由好书宝牌黄金油胶碗特约播出 总谈酒客 还你好 拜余好书宝 盗刷 套现 极少使用信用卡的他 信用卡忽然出现巨额透支 公共区域视频曝光 嫌犯身份暴露 信用卡盗刷案件再次陷入重重疑忆之中 谁盗刷了信用卡 北方九市马上播出 有请收看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彬 在平时的生活中 大家都少不了要上街购物 以前咱们逛商场买东西的时候 可能都会带上不少的现金 不过现在可能更多的人 会选择带上一张小小的储蓄卡 或者是信用卡 购物消费这么简简单单的刷一下 就非常的便捷 尤其是信用卡 不仅可以缓解当下的经济压力 这个月花下个月缓 没有利息还可以得积分换礼品 更是得到很多人的青睐 但是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刷卡消费 包括提取现金 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也在这方面就动起了歪脑筋 打起了歪主意 9月10号重庆市河川区人民法院 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离奇的盗刷信用卡 并套取现金的案件 4月底 重庆市河川区的金女士 突然接到了女儿小欣打来的电话 这个电话彻底打破了金女士平静的生活 我女士打个电话过来 她说妈妈她的那个信用卡的钱快了 透了7万多 金女士的女儿小欣 早在5年前就和金女士分开居住了 这次突然打回电话来问母亲 是不是透支了7万多元的信用卡 听到了这话之后 金女士感到很纳闷 为了证实此事的真伪 金女士赶紧打电话到银行去查询 不料银行的客户人员却告诉金女士说 她的手机号码和信用卡预留的号码并不一致 银行不予受理 听到这里 金女士的心里面突然一紧 当初办理信用卡时 预留的号码就是自己如今使用的手机号码 现在怎么会突然不一致了呢 几经周折 金女士终于查询到了自己的信用卡账户 的确是有欠款7万多元 这个消息顿时让金女士傻了眼 而且更让金女士疑惑的是 要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或者取线 很多情况下都是要用到信用卡 而自己的这张信用卡就在身边 这巨额的消费又是怎么来的呢 于是金女士马上就爆烂 为了查识金女士银行卡里的钱 究竟去向了何处 民警前往了发卡银行进行调查 随后民警针对金女士信用卡里的消费情况 调取了银行以及各大商场的视频 根据银行的记录 这名犯罪嫌疑人一共分了8次 从银行里面取出了现金3.8万元 并在商场里面采用刷卡消费的方式 购买了黄金首饰以及衣物等物品 虽然使用他信用卡取现的这名男子 脸部有所遮挡 但是金女士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 这个人名叫丁姐 是自己女儿小心的前男友 五年之前 在金女士的极力反对之下 两个人分了手 那个时候 我妈就是学她家里面穷嘛 她自己本身没钱也没什么文化 然后我妈怕我跟她会吃苦 看到视频里面的丁姐 金女士顿时起了疑心 但是面对办案民警的询问 金女士当时还是隐瞒了丁姐的这个身份 称并不认识这名男子 但是在金女士的心里面 这个时候 她已经有了一个怀疑的对象 只有她晓得我的身份上好吗 只有她晓得我的手机好吗 只有她晓得我的家庭女子 金女士口中的她 就是自己的女儿小心 金女士说 自己的情况也只有女儿小心最清楚 而且女儿的手里 现在还有一张银行卡的付卡 她怀疑 会不会是女儿小心和丁姐一起 倒刷了信用卡并套现了呢 我妈这次跟我打了个电话 我当时听到这个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妈就一直问 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吗 说我是不是还跟她在一起 我妈不就很生气 我说 全都是你爸我们俩散散的 你难道还不知道 我们俩有没有在一起呢 然而 女儿小心地解释 在金女士听来 却有些难以相信 五年前 女儿和丁姐两个人还爱得死去活来 虽然后来在自己的强力干预之下 两个人最终分手了 但是五年以来 女儿却仿佛看破红尘一般 厌恶谈护论家 金女士怀疑 女儿和丁姐两个人之间 根本就没有分手 而是将恋情转入到了地下 而丁姐这个人的经济状况 本来就不好 她和女儿小心两人合起来 暗中使用银行卡付卡消费 或者套现 也能够说得通 只是如果真的像金女士所猜想这样 女儿小心 又为什么会主动打电话 通知母亲金女士 她的信用卡已经被严重透吃了呢 反正我妈就是那样的 从来她都是一声一鬼的 反正是不管我说什么 或者是说什么 她都会相信我 然后我都已经难得跟她说了 随后 重庆市河川区公安分局的民警 根据金女士所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丁姐 没想到面对警方 丁姐很快就承认了自己 盗用信用卡 并套现的犯罪事实 而让金女士这个时候 更加意外的是 伙同丁姐一起作案的 还有另外一名女子 不过这名女子 并不是金女士的女儿小心 而是一个名叫陈晓琳的女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对于陈晓琳这个女人 金女士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陈晓琳就是金女士的秘书 而如今陈晓琳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丁姐的妻子 盗刷 耗现 极少使用信用卡的她 信用卡突然出现巨额透支 公共区域视频曝光 嫌犯身份暴露 信用卡盗刷案件 再次陷入重重迷雾之中 谁盗刷了信用卡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半年健康百年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洋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优化法制化民商环境 建设法制能力 大家齐努力 有请是个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要说这案子倒是破了 可是受害人 金女士却怎么都想不通 自己的秘书陈晓玲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 还有就是 这个陈晓玲 又是怎么跟金女士 女儿小新的前男友 丁锦走到一块的呢 这个丁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丁锦 今年28岁 重庆何川人 据丁锦交代说 在和金女士的女儿 小新分手之后 她心灰意冷地 跑到了广东打工 在这里 她认识了陈晓玲 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 可是家境比较好的陈家人 并不同意 他们两个的这场婚事 后来在家里人的强烈反对之下 陈晓玲和家人断绝了关系 坚持和丁锦结婚了 婚后没多久 两个人就一起 又回到了丁锦的老家 重庆市何川区生活 此后丁锦在建筑工地上开塔吊 而凑巧的是 陈晓玲就在金女士的公司里面 担任金女士的秘书 按理来说收入并不算低 很快他们两个 就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本来一家人可以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就是天一不才风云 和他父亲对病了 对了孩子 还是离开了他们 并且家里面也因此而被伤了一笔沉重的债务 然而在这之后 丁锦由于在工作中操作失误 被工地给辞罪了 一家人仅仅靠着妻子陈晓玲 每个月的收入维持生活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丁锦开始心烦气躁 她开始沉迷赌博 希望能够借着赌博翻身 对家庭更是不管不顾 陈晓玲这个时候发现了丈夫的变化 她曾经劝过丁锦很多次 但是丁锦不但不听 反而让陈晓玲拿着信用卡 去透支钱来作为赌博的资金 并承诺一定会赢回来 她参赌了这种想法之后 我毕竟把工资都平常地收住 都赌了 输了 丁锦不断地对陈晓玲说 输钱只是她一时运气不好 等她运气好的时候 一个晚上最少也能够赢三五万 缺乏主见的陈晓玲 被丁锦说得有些心动 心中也开始有了一丝的侥幸 从这之后 陈晓玲多次将自己信用卡 透支出来的钱交给丈夫 也如同赌徒一般 等着丈夫把钱再赢回来 眼看着自己的信用卡 透支的额度已经满了 陈晓玲的心里面十分地着急 在一次闲聊的过程中 陈晓玲抱怨自己的信用卡 透支额度太低 而自己的上司 京女士的信用卡 透支的额度则很大 可以达到八万元之多 然后丁锦就去跟陈锦做工作 人都商量嘛 你说开出空气吧 你们尽量地停 开开头窜 其实这个时候的丁锦 早就知道了 陈晓玲的现在的上司 就是自己前女友的母亲 京女士 是她老婆的工作 还是我给她介绍的 你给她介绍的 我反正也听不清楚了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逛街 然后就碰到了他们两个嘛 她老婆不是说没有工作嘛 然后她就问我 就是有没有合适的被介绍 然后我就把她老婆 介绍到我妈妈那里去 想到自己如今的困境 再回想起京女士以前 对自己的嘲讽 丁锦的心里面产生了报复心灵 丁锦提出 让陈晓玲将上司 京女士的信用卡给偷出来 套现然后翻本 最初陈晓玲拒绝了丈夫的要求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里 丁锦多次游说陈晓玲 最终陈晓玲架不住 丈夫的软膜硬泡 答应了她的要求 于是陈晓玲利用到 京女士办公室里面 取文件的机会 将京女士放在 手机包里的信用卡倒走 之后陈晓玲又利用 自己身为秘书的职务之便 了解到了上次 京女士的一些个人信息 并且多次测试之后 测试出了信用卡里的密码 同时陈晓玲还将信用卡 绑定的手机进行修改 以避免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 被京女士发现 随后陈晓玲将 偷出来的信用卡 交给了丈夫 当天晚上丁锦就从卡里面 取出来了4900元 直奔游戏机室 但是输了个精光 在之后的六天时间里 京京每天都会从卡上 取出4900元 注入游戏机 但是每次都是有去无回 之后的几天 因为担心 京女士发现信用卡里的钱 被盗走 于是陈晓玲 又将卡还了回去 但是看到丈夫疏红了眼 他又侥幸地认为 丁锦有可能 把输入的钱给赢回来 便又将已经归还的信用卡 再次倒出 如此反复几次之后 ATMG提示 信用卡的曲线额度已经满了 无法再支取现金 于是丁锦和陈晓玲 商量了之后 两个人决定 在pose机上刷卡消费 以套取现金 短短两个月时间 丁锦和陈晓玲 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 用京女士的信用卡通过曲线 以及购买黄金手持之后进行典当 总共兑换了七万五千块钱 除了三百块钱 用于陈晓玲购买衣服之外 其余的钱全部被钉紧 用于堵膜挥霍一空 他们彼此连回国书的时候 对方都在哭 感觉得出来 一个是他们为自己的行为 非常的后悔 同时来说 他们彼此都觉得 虽然说很爱对方 但是这种没得远在这种爱 所以导致了双方 走上了犯罪的一条道路 人们常说呀 这堵